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冲击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 同样是日本拼谈的名将张本志和 在最近却放弃与木下集团继续合作 转而为国际知名体育经济公司IMG效力 看来张本志和 现在的身价比平野梅宇和石川佳纯要高不少 据相关专家介绍 石川佳纯其实是木下集团的老员工 此前一直代表神奈川俱乐部参加替联赛 而平野梅宇的老东家则是日本生命俱乐部 有意思的是 近四年来 日本替联赛的女团冠军都是日本生命队 而神奈川则多次输给对方 如今平野梅宇却转投到了对手门下 许多球迷不禁调侃木下集团 这是打不过对方 动用财大气粗来解决问题吗 此外 随着石川佳纯成功续约刘队和平野梅宇的投奔 木下集团将在新赛季拥有两大世界冠军作阵 再加上木员美优张本美和等人辅助 实力必将大大增加 而日本生命俱乐部队的头号主力 早田希娜 虽然状态更好 但双拳男敌四手 想冲击五连冠恐怕不容易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与女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木下集团的男队 东京俱乐部现在已经破败不堪 伴随着水谷笋退役 猴鹰超梅续约 如今张本志和也宣布离开 新赛季想夺冠 看来是难了 最后 感谢大家的收听 收看 谢谢大家